哎呦 怎么这样啦 嗯 怎么了吗 明天要上班了 啊 过年 要几块过了吼 对啊 没想到九天 咻 一个就过去啦 欢迎收听日工配信 欢迎收听第82集的日工配信 我刚突然想到最后一句台语音 会不会有听众朋友听不懂 手指的都过去了 应该大家听得懂吧 因为这梗应该很久吧 以前台试吧 我记得中午 每天中午天天开心 对 最后节目要结束的时候 那个谁 司马玉交 杀在婚亲 因为他的一集节目就30分钟 台语的节目 杀在婚亲 咻一嘴就过去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不知道 对哦 讲完了就更不知道 本来他听得懂 越解释越听不懂 惨 不好意思 太老了 九天过去了 因为今天录音的时候是2月料 我们基本上都习惯礼拜天晚上录 那就等于 所以大家开工第一天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对哦 往正面思考 这不知道是第一天上架 第一天就上架 可是我们上架已经晚上8点了 大家已经撑完第一天 开工第一天 希望我们是可以给大家有一种 我撑完第一天 为了一下大家第一天的辛苦 这样 对 结果一开头又听到我在哀嚎 挖残 又把不好的记忆勾回来 这样 不好意思 大家撑过哀嚎 不要挂 不要按掉 积极进取 当做听我在那边讲笑话就好 这样哦 好 这一集的节目 一开始要来面留言时间 那面留言时间要稍微先道歉一下 因为他这个留言是1月10号 那原因是因为 有点久 有点久 对 不好意思 漏掉了 因为他这个是 应该是用日本那边的Apple的账号 然后留在五星评价那里 但是因为我以前看 我都直接开我电脑的iTunes那边看 所以那边只会看到台湾的 我漏的还有这种情况会发生 就是跨海来听我们 对 因为他账号不是台湾的 比如说他账号是美国的 他可能又要另外 对 手机看得到对不对 手机我不决定 因为我不是Apple的手机 但是后来我用电脑 我有连到一个网站 他会把全球的 在我们这个节目的五星留言 他都会统整在一起 所以我以后看这个就好了 我不要再去杀杀的看 但就不会漏掉 对 就不会漏掉了 来练一下 先课要再说 先课要再说 他说爱迪豪小你好 第78集已经听完了 这真的要道歉 因为是第18集 对啊 这一集是82了 他说因为现在球技还没有开打 其实个人觉得 Big Boss在手印会讲的话不太准 不过确实假面骑士这类的特色剧 已经深刻的印在日本国民当中 包括爱迪迦小孩看的这个超人力霸王Z 也是 所以我想问一下 好小喜欢看的钢弹类型 是不是宇宙纪元 关号UC纪元 宇宙世纪啊 不好意思宇宙世纪 我是在看这个 我看的是喜欢看UC世纪的 UC纪元的钢弹系列 但为什么 不知好奇 好厉害是不是 突然有一种意义断片 我那天录音是不是喝酒 没有我还记得为什么会提到钢弹这件事情 因为我记得聊到西川摇晖吧 西川摇晖 我就说什么 因为我家小孩看的那个 因为那时候我记不得那个叫超人力霸王Z 我记得里面那个男的主角叫夏川摇晖 对你有讲到 因为我家小鬼其实之前都会跟着看棒球嘛 所以他也知道西川摇晖 他又知道一个夏川摇晖 他又觉得很好笑 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有时候看转播 他就故意讲夏川摇晖上来 夏川 他就是不讲西川摇晖 他就要讲那个叫夏川摇晖 好像是聊到这个才会聊到 比如有点延伸到你说你喜欢看钢弹 什么可能是这样吧 对然后我会喜欢 虽然是我大部分的作品都会看 因为看了很久从小看到大 但不过的确UC是一个 UC的UC纪元的 我是比较喜欢看的 杨厚 对如果他是日本的朋友嘛 可能在日本读书或上班 也不一定啦 是不是在台湾也可以注册 假片的Apple帐号 我也忘了 就是他如果是会日文的 如果先刻要再说 你可以读日文的话 我蛮推荐就是文艺春秋 出一本书是 他说如果文艺春秋 这个 因为他们是八卦杂志社嘛 就是文艺文春嘛 文艺春周刊就是专门报一些 挖一些大家不敢报的 文艺春炮 对 他说如果文艺春炮在UC纪元的话 会写怎样的内容呢 然后他们就这样出了一本厚厚的书 这样也出一本 假设说如果文艺春周刊 文艺春炮是 出现在那个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话 他会是写怎样的内容 可以去买这本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有很多这种幻想假设在里面 但他的确蛮多是 他其实有些是写大家 其实可能设定里面已经有或什么的 但是他就是用周刊制的那种口吻 那种报道方式去讲这些事情 你就会觉得会很有那种感觉 很贴近现代 就是原来八卦周刊 狗仔在当代的世界里面的话 会这样子报事情 有很多感觉 对啊 感觉就很有趣 好 谢谢你的留言 也谢谢你的五星红包 这个有先包 这个先包的红包 不是我们讨来的 这算您先给的 先打赏的 好 要来进行这一周的节目了 这周春讯开始了 所以应该所有 我记得所有的内容 通通跟春讯有关 好像没有跟春讯没关系的 通通都跟春讯有关系的 就来慢慢的跟大家闲聊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就比较早了 大概就是在过年前的事了 就是为了应应春讯要开始 但是春讯前 其实日本狗腿也蛮多选手 教练被检出是阳性 所以在开训前 2月1号前他们开了一个会议 就是针对接下来2月1号要开始春讯了 我们要怎么应应这样 那今年一开始 2月1号 他们一开始规划是这样的 前两天1号2号的时候 投手 捕手 内野手 外野手 然后分成A班跟B班 分成两班练习就对了 类似我们那个叫什么 那叫什么上班 分流上班 分流上班 就是他们也要分流练习 对 那我记得说是分上午下午 不要A班的就上午 B班的就下午 那主要他这两天的针对的对象是BOSS组 在这个名户的那一边 国头村这边 Big组 Sorry Big组 BOSS组是国头 今天头脑晕晕的 果然有差 你看 最后一天放假 心神就是不宁 想到明天要上班 怎么都晕了 什么都晕了 Big组 有分AB班的是Big组 BOSS组在国头村的这边就照常 全体练习 那时候的计划 比如说2月6号的红白站 还有一些 有8号第一场对外 好像8号吧 对 跟班时来那个练习一次 就是一开始那时候他们都 就是不变了 schedule不变 因为毕竟在怎么样 你要把去一夜做 比赛的那些人凑齐 其实还是OK 顶多顶多就是从 我说这边在调人来而已 所以那时候 不管红白站还是对外比赛 其实都正常 正常局 那回到这个Big组 Big组他分的话就是 比如说头手9个人一组 野手8个人一组 分的A B 那我看那个转播 我觉得蛮可怜的 你知道吗 头手可能还好一点 因为头手进牛棚的时候 口罩可以拿下来 对 野手我记得都戴着吧 对 从热身 因为他跑步 热身 KGBO 然后我那个手背练习 全部都戴着口罩 而且是不是都要戴布置布 我看没有 好像有的不是 有的不是 有的好像就是一般我们这种 这种医疗的那种口罩 那更累 对 就是一定呼吸会比 你每戴口罩来的 来的没那么好呼吸 但是还是得轻 还是得轻下去 那我印象里看转播 因为他第一阶段是前三天 这一次是前三天做第一阶段 然后礼拜几 第四天休息 然后接下来再进行第二阶段 后来我这样看 戴口罩的情况 持续了前三天 等于第一个阶段 全部都是这样 全部都是这样 但是后来好像有比较好 后来就第二阶段开始之后 那个那个赛 热身啊什么什么之后 野手也都有把口罩拿下来 所以那一天的那个 那个在旁边转播的那全民就说 今天一来可以看到 这些野手们的表情跟脸了 前几天转播 他们也是就是在那个球场的 观众席的上方那边 对 他说不管你我直接看 还是透过那个镜头小电视这样看 完完全全看不到选手们的表情 我一看得到的就投手在牛棚的时候 电头的时候有表情 其他都是被口罩挡着这样 那天好不容易都可以看到大家的脸了这样 你戴口罩的 如果没有戴太阳眼镜就算了 戴太阳眼镜他就是整个脸基本上都被挡住了 B-Boss就常这样 他有时候口罩加太阳眼镜 还加那个帽T的帽子 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就看到一个人形在那边了 然后那个腕波也是啊 腕波的时候也有 对对 喜欢戴 你只能大概认出这应该是腕波 这么感 可以啦 肤色还是看得出来 肤色 这样啦 那再来还有就是这个盗夜 盗夜局院他后来有说一些啦 说是基本上 那个时候是说 他一二军基本上可能就不会做跟动 可是后来我看没有啦 因为我觉得主要可能是 就是这个情况在队 至少在队上没有继续蔓延 就停住了 就大概到伊亨大海上的指指那一趟 之后就没有人再有了 不像别队 别队有的那个 我记得中正那边几乎教练全中了 从监督开始 动的动了 一军教练团全自主隔离 对啊 好像我们录音今天那个谁 小绿员到大 巨人二军 小绿员到大也中了 至少还好 目前看起来名户 郭乐春这边没有蔓延 这样超过120人以上了吧 应该超过 如果这样一直加一直加 当然好像这几天有比较少 没有像比如上礼拜录音前那个时候 那时候几乎每天都一串一串的来 这一阵子好像有少一点 但是还是有一些教练监督球员 什么的 陆陆续续还是有被撤出阳性 可是至少在日本火队这边看起来没有了 目前好像停住了 所以其实有一些调度后面也会介绍 有一些也在国头村的选手也被拉来名户这边 拉来BIG族这边 那道夜后来他自己有讲 就是基本上他自己会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球场 帮忙 因为他是多打打击教练 对而且一开始那时候林孝哉 黑头coach不在 所以他主要会在基本上会在球场旁边帮忙 那如果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 他都会尽力去做 对 这是第一个 好忙的GN 对 因为以前吉春号当GN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他在场边 比如我们去采访了一两年 他人也都其实都在场边 所以其实以GN的角色来讲 应该这个时候 本来就会在名户这边 他不会说一个人在 可能在杂皇那边 他也没有来这里 应该比较没有 以日本会的情况 就算以前不是这种选手 推下来的人当GN 这样集中号这种 他人也是会在 可是我觉得 怎么讲 在现场他比较像是看的 然后他基本上要处理 或是要去想的事情 还是比较是后期 那些 现在这个就是训练现场 他就要看 可是我看春讯转播还好 没有带到太多 没有什么 有一天下雨那一天 其实还没什么他的镜头 对 不多 没有什么带到 他在指导谁的镜头 很少看到 偶尔会照到他在旁边 对 会照到他在旁边 比较没有像秋讯那样 完全圈圈撩了 直接淡下去 对 真的在场内 是这样 大部分看到他还是在场边而已 好 再来 下一个跟春讯有关的 第一天 2月1号 公席上升 公席上升在春讯的第一天 就进牛棚 他怎么了 第一天就进牛棚 投了41球 那这是他 这个很难得 西式 隔蛮久了 睽違五年 2017年的春讯以来 等于2018 2019 2020 2021 2017有 只是日本都这样算 之後都没有 对 2017以后都没有 直到2022 才又第一次 不讲第一次 才又正式春讯第一天首日 就进牛棚 那他说 今年的感觉 跟去年 身体啊 还有一些动作上 完全不一样 他说特别是 比如腰部这边 还有 上半身跟下半身 在转 转体的时候 这种感觉 都比去年好 所以他感觉 今年这样 进牛棚投球 的感觉 球的这种 威力上面 感觉不错 自己感觉还不错 但后面 又提到 体质改善 就是修晒季的时候 因为他 隐私有改变 对 他之前 我们有介绍过吗 我忘了 好像有讲过这件事情 就是高蛋白质 高质 就那个生酮 对 后来才又介绍 集点彗星 也用这个方法 对 好像第一次提到生酮 就是讲 公息上针 先是公息 对吧 我记得是吗 我忘了那时候 有没有提 谁建议他的 因为这一次他有讲出来 他说这是达比修建议他的 他跟他 跟达比修在line的时候 达比修建议他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生酮 对你要不要试试看 他说 基本上就像豪小刚讲的 高蛋白质 高油脂 超低的碳水化合物 大概就是这样 而且他说从去年11月就开始了 一直到春训的两个礼拜前 他这段期间他用了两次 就是尝试了两次的这种生酮饮食方法 但是我比较不知道 因为他这个有比如说有一个周期 比如一次的生酮饮食 比较好的 我记得有一些是有自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另外就是他可能 他的营养师或谁有建议他说 你要这样做就是做一个周期之类的 因为 他们 像他不是到 就是春训前 春训前 春训两周前 因为我想春训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得去吃碳水 原来 就是他可以减少 但我觉得运动员不补充碳水的话 我好像很难 会没力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那个 热量的消耗 比我们一般人要多很多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他们的这种生酮 应该是真的蛮准 蛮精准的生酮 对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有差 他说 就是这两次 实行这个生酮饮食方法 成果他自己的感觉 除了刚前面提的 感觉 战流棚 在投球的时候 感觉 身体的状况 什么都不错之外 体脂肪也减了 大约4% 5%左右 相反的肌肉的量增加了 只是他 我觉得他老手了 经验丰富的这种老将 他不会把所有事情看得那么正面 应该这样讲对吗 他不会觉得那一切都美好了 虽然现在状况很好 好像我今年一定都透懂 今年一定大杀释放 什么什么 他还是讲话比较保留 应该这样讲比较对 他说虽然现在的感觉 一切都很好 但是因为球技还没开始 结果还不知道 成绩会怎么样还不知道 所以目前他并不会说 我做了WHO建议的生酮饮食法 对我来讲是一个正确答案 他说目前还没有办法这样讲 因为球技还没开始 他还没打 一切都还不知道 就讲得比较保守 我觉得 对 我觉得他们像这种 我其实还知道 不是棒球的 但是其他运动 有球员是他每年都会让自己 有一个球员很厉害 他每年他花了3到5年 每年让自己的体动维持在不同的数字 比如说我今年是维持在72公斤 我就一整年都要维持在72 然后训练都一样 然后我去看这个体重对我的表现是 帮助还是好 然后我再看 当我变73公斤的时候是怎样 然后隔一年再变说71 然后他去找几次之后 去找到最好的那个体重 然后就一直维持下去 对 等于他前面花了一些时间 对 是有些是这样子 这也是一招 对 嗯 可是换句话说 其实公斤心态还蛮年轻的 对啊 像我先讲 他就是经验比较丰富了 他觉得现在状况好 没有错 但是因为球技还没开始 结果还不知道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年纪大的选手 虽然说他们会敢 有些蛮愿意尝试 但 我觉得有一些会比较 特别是对饮食这种 就是 反正我这么多人来都这样的 我也没有要再做什么 改变啊 或尝试啊 什么的 或是说像比如说 以前道业那种 把修塞季的洋芋片戒掉 不吃洋芋片了 对这种 或者是说把酒戒掉 这种 清智层 不喝酒了 对这一类这种我觉得会做 因为其实改生存饮食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大的 比较大 对这个 不太一样 我觉得就这来讲 我觉得这公西心态蛮年轻的 你指的是这个 比起那个戒烟戒酒 或是戒零食那种 这一种的改变比较大 但是他愿意去尝试 好 那后面另外记者来问 因为那时候就是这个疫情阳性的状况 还在对上 算是还没有 感觉还没有平息 他就有聊到这一块 然后他对于这个疫情的发生 然后在球队里有什么变化 那种感觉 他说比较不同的就是 今年在饭店里面 基本上都不太能出房间 因为有规定 那所以少了很多跟其他年轻选手聊天 说话的机会 大家都待在房间里面 不能乱 不能乱跑 不能出去穿门子 甚至我记得去那个餐厅吃饭 我想我忘了在哪里看到 好像基本上都是 就是一个人坐在那边 你不能跟别人坐在一起 我记得好像有看到 他还是看春讯传播的时候 他用讲的提到 就只能一个人坐在那里而已 大家都要隔开 要保持那个距离 好下一个 这个春讯开始了 秘密武器陆续登场 Big Boss准备的 很多 应该陆续后面还有 春讯刚开始这几天 来介绍一下 其实蛮多都有上新闻的 台媒都有出的 对 第一个秘密武器 呼拉圈 呼拉圈 这应该台媒都有写 他是在哪一天 2号 2月2号 2号就出来了 对 第二天的时候 他第一天 因为他第一天人跑去BOSS组 去郭托村那边 春讯的第二天 他就回到明湖这边 第二天的时候 他就给他拿出来 整个呼拉圈 基本上也就是拿两个蚂蚁 对不对 请球筒爬上去 一人爬一个两边 然后呼拉圈左右两边 用绳子拉着 对 其实在他30号人到冲绳的时候 他其实就想要这样做了 所以他说其实30号那天 他人抵达冲绳坐飞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跟工作人员交代了 请你帮我在冲绳上面 冲绳这边找呼拉圈 帮我买 买呼拉圈来的意思 其实他就已经准备了 他这个训练方法就是 呼拉圈传球练习的这种感觉 其实他刚刚前面讲的这样 请人家爬上去 对左右拉着 把呼拉圈等于悬在空中的感觉 做法就类似之前 他在春训的时候 爬到车顶上拿了一个棒子 要大家传远 但是高度不能超过那个棒子 基本概念就是那样 但是这次多了一个呼拉圈在那边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 球要穿过呼拉圈 然后又要丢的远 等于这一次不是只有远 跟高度不能太高 这一次还要多了一点点 你要有一点点控球能力 你不能歪很多 要有点短 你知道 也不是说要超准 就是你要在那个范围内 对 在那个呼拉圈大小的范围内 的这种感觉 所以那天船 其实应该 但他的本意不是要 他当然想要看大家的 那个传球能力这没有错 因为他自己也有讲 就是把球传很强很远的时候 他要想要看看每一个人的能力 但是因为那个东西 其实大家一上去传了之后 我自己看的感觉 等于一翻两瞪眼 你知道吗 真的臂力不行 或者是准度不准的 日本媒体有的也有写 真的苦战 你知道 按照看都看不过 就是丢不进那个呼拉圈 或者是丢的进去了 但是距离就没有办法飞到B-BOSS那边去 可能他更早之前就落地了 也有好几个选手都这样 但是过关的也有 比如说俊拓爷 野村又西 还有五十番 我觉得我刚才五十番 万波也不错 万波准度差一点点 可是他好像也是有一球穿过去 但万波的能力 他只要有办法穿过去 球是一定都飞得到新窗那边 刚前面这几个其实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 其他我记得松本刚他就准度有 但是远比较没有那么远 还有三股拳势 三股拳势有丢进去一个 可是他距离也没有办法很远 我那天看到几个选手 可是我觉得松本刚比较不用担心的是 他就算你让他去守外野 虽然他没办法穿很远 比如像万波这种的 像五十番这种那么远 可是他准度很够 他也不会说老中学说 我传一个超高的 让他野手跳起来都接不到 他就是传很低 然后可能落地 他一开始传球的动机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松本刚就算 守外野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大 但我不知道People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松本刚准度够了 他本来就会去 他可能已经知道 他没有办法传很快 因为认真讲 比如说像野村啊 俊啊 对 是蛮不错的 但其实他们两个传球 并没有那么的 怎么讲 这不是野村吧 接球传球 要看他成长到什么程度 现在还好啦 因为他主要应该也是会被定位在三壘啊 我觉得你这边不是也有讲说 他在推特上面留言说 这个练习是干嘛 这类型的重点是什么 看完那个重点就觉得 应该还好 刚刚有一种 这只是一个 让大家觉得想要继续 就是一个训练 一个真的有训练到 然后大家气氛会变得更好的 对 B-POS后来自己在2月4号的时候 他在他自己的推特 因为其实 这个训练方法 这个秘密武器拿出来 讨论度很高 到处都在讨论 或是 那个影片 或是照片 大家都在传 大家都在看 他B-POS单字也知道 所以他在推特 他就有写 他说这个练习的重点是 第一个 让人家高兴 训练本来就比较枯燥 他加了这个元素进去 不管你丢得到丢不到 或者是 船的远不远 丢到了远或近 什么什么的 除了他当然想要看 没有错 可是其他的另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大家这样的看的时候 看着队友船 或者是自己船 气氛就会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就 欸很棒 哦哦哦 在哦 比如丢回去 啊没过 就大家训练的气氛 就会比较好 丢过了 因为穿过呼拉圈的距离 只有达到了 他就会比他鼓掌嘛 逼迫是自己也会鼓掌嘛 他觉得主要这个练习 他最重点 他是放在这部分 嗯 并不像我们刚才讲 因为他不是放在中间后面 他是放在第二天 嗯第二天就拿出来了 对啊 嗯嗯 因为前几天基本上的练习 都还是比较 嗯 个人的那种比较多 嗯 慢慢才会加那些什么 头手内野手的那种 内野手背 联动的那种练习 因为有一些手背的暗号什么 那慢慢在第二阶段 才会开始越来越多 第一阶段 他部分都个人的 个人手背 个人什么 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他是要让大家 有点也是那种心情转换 对啊不然又加上疫情 那个怎么讲 就已经大家都不能太太 就是口罩要戴着啊 什么什么的麻烦 对啊 对啊 好再来介绍第二号秘密武器 这个也是媒体 因为很多都写过了 这个影像的发球机 有影像的 有那个投手投球影像的 这个大家看到的时候也是在 2月2号 那一天 他端出来了 就摆上去那个 投手球附近那边 那当然先用一定是 BIG组先用 对 果头那边没有 只有名户这边有这一台 好那第一天大家看到 萤幕上呈仙的投手是 藤浪静太郎 本身的藤浪静太郎 那他就 居然用藤浪 怎么会这样 那有的比较八卦的杂志写说 因为之前有八卦的杂志写说 他自己有讲了 如果藤浪能够来我们这边的话 我有办法把他 就是把他 把他 就是让他进化就对了 让他进化变更强 对变更强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有那八卦的杂志 哎呦是不是又在暗示了 他意思就是说 我的老东 我以前的东家不会叫他 对 太不好 对 我有多么看重他 你看连那个 我们这边买了那个新的影像发球机 第一个影像 我就是用藤浪 有八卦杂志这样写 他在 或许是因为第一场是要对版本 他 我记得他 那个报道里面自己有讲 他说 他觉得藤浪的球 嗯 本来就没有好打 不是很好打 嗯 加上 他的意思 但不是指他控球不好 但 其实大家都知道藤浪在投的时候 就是因为可能会有这种毛病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 会溜球或者什么的 所以其实对 尤其诱打者站上去的时候 那个压力 压力很大 对压力很大 因为你得提 就是心里面很难去 有那个疙瘩在来 你很怕他会溜球或什么什么的 嗯 而且藤浪状况好的时候 那个指球是会穿的 对 他随便 就是奔奔那样 就是不管怎样 那个球就是难打 他藤浪就是一个难打的投手 他只是多了这个可能 你不知道他今天控球 会不会突然又走中什么的 这个因素在 所以对打者来讲 又更不好打了 对 那b-post的意思是 就是他们这形容这种 有点像形容那种 有点类似脱江野马的味道的那种形容 就是这只马 大家知道 他能力很强 他可能跑很快 可是他有可能 比如说开始跑的时候 他突然会不受那个歧视的控制 比较难管之类的 就类似这种味道 但是他威力还是在 这个投手他威力还是在 所以他选择 或者说因为这样 所以威力看起来更恐怖 对类似这种 对类似这种味道 所以他意思是说 如果这样子 因为他藤浪的影像的时候 他设定的球数都是几乎 轻到最快 轻到那个机器能够最快的速度 大概就是140到145的设定 他觉得说设定如果 因为球数他设定就是要快 如果这样子大家打得到的话 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觉得是这样 所以第一次他选择用藤浪的影像 其实他说他不只准备藤浪的影像 他还准备了 Moylelo 可以换 可以换 他其实应该就影像档案灌进去 对不对 你要选哪一个他就呈现 因为我那天看到好像今天吧 还是哪一天 他Moylelo的在测 昨天一天5号 Moylelo的时候 他等于把发球的孔放在影像 我们看 我们面对这个影像 这个机器 左投手等于他的出手点 要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 对不对 等于他对调而已 右投手的时候 他就变成影像在我们的右手边 左投手的时候 左投手的影像的时候 就变成出手的那个孔 在我们的右手边 我们面对机器这样 这个角度看的话 其实就对换的意思了 所以其实左投手 右投手也都可以 影像也都可以 他还准备了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他自己的影像 他在半生时期 因为那时候被野尊科 也在热身赛的时候 叫上去当投手 他也准备了他自己的影像 现在出现两次了 现在出现腾浪跟Moylelo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影像要出来 这样 然后我好像有看到另外一个报道 他说其实他本来还有准备两个大联盟的投手 是我忘了 好像我忘了哪两个 我忘记了 应该 Ready Johnson跟谁的样子吧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看了不记了 那个年代很强的投手 好像是对 不是现代再大联盟的 之前的了 忘了把它copy上来 但是因为那个版权问题 不能用 不能用 所以要放弃 我好像有看到那个报道 放弃了 他会被叮 会被挤 被挤就糟糕了 这个机器以前巨人就用过了 巨人就用过了 这台机器 号称总价500万 一台要500万 贵应该就是贵在影像 对啊 那个机器我看几乎就像那个 那叫什么 真人野球牌 有没有 就像他那个机器 真人野球牌 那不是也是 真人野球牌 那个也差不多500万吧 应该也差不多 还是说500万包含版权问题 应该没有吧 应该就是光机器 这样就要500万了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 机器加那个像荧幕的那个 櫃应该就櫃在这里而已 另外他还有介绍 这个报导里面还有介绍 这个机器 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设定 他基本上会投的球四种 直球 曲球 滑球 跟直插球 就是四种变化的大概都有 对 这四种变化球 这台机器都投的出来 然后最快的球数 大约可以最快可以调到快150 快150 其实蛮快的 他这台机器更厉害的是 刚刚念到比如直球不算 曲球滑球 直插球 他还可以去针对这个变化球 去做这个变化量的调整 比如卡普 曲球 变化的幅度要多大的 滑球 可以去模拟 比如说这个投手的 卡普变化度 大概是大还是小 这样子 对 因为他一台机器 他可以设定15个球种 比如直球150公里的 曲球 120公里的 你可以去先设定好15种 就是这样交叉搭配 你可以配15种球 也可以设定 他有15个选项可以让你选 你可以去设定 去输入 你去按 按他就投 而且这样子讲的话 比如说他的滑球 也可以设定变化幅度跟速度 对 可以 那就可以设定输入滑球 也可以 对 比如140的滑球 跟120几的滑球 变化幅度大或小的 他都可以去做设定 更细部的设定就对 可能就是这样才要500万 因为一般以前那种 以前那种发球机没办法 比如轮胎的 那两个轮胎喷出来 虽然他是可以去调说 轮胎转速左右不同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点曲球的感觉 可能毕竟就很阳春 另外一种就是那种 灰背式的就像会出来而已 会出来的顶多就是快慢 他弹簧调紧调松一点 对 要像这个机器这样子 可以模拟四种球种之外 还可以去在细部做变化量不同 速度不同 难怪一台要500万 你确 对 基本上现在出现过的两个秘密武器 一个忽拉拳 一个就是这个影像的发球机 500万的 500万的 500万的打机电� 对 打机练习机 打球机 打球机 好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也蛮有趣 这个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就有点想到轻功性太郎 虽然跟轻功性太郎没关系 这一条 他这个就是那一天进牛棚 应该也是 反正就是2号那天进牛棚 他去牛棚看 看到库瑞慧在进牛棚在投球 看他就去跟库瑞慧讲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笑着投球 我看到这个我想 你那时候他也是建议轻功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瘦一点 瘦一点比较帅 这次又去跟人家问 你要不要试试看笑着投球 那库瑞慧就听到B-POSE跟他这样讲 他自己也笑出来 那原因B-POSE自己讲 他就是说他这样在那边看 因为B-POSE看牛棚 他除了会站在投手的后面看之外 他也会站在一般的这种就是 捕手后面 比如竹神后面 或是甚至是竹神后面 护王的后面 他就站 他会站很多角度在那边看 看他就走到库瑞慧旁边 他就跟他讲了这句话 他主要B-POSE因为说 他这样看 他觉得库瑞慧的表情都是那种 就是比较不孝 就是好像很有心事的那种感觉 感觉没有很热在其中 感觉不是很 就是你在做投球这件事 从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快乐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才去跟他说 那你不要试试个微笑的投球 笑着投球 脸不要那么扑克脸那种感觉 那库瑞慧自己后来接受访问 他说当然他原本以前是 就是那种可能投球状况好或不好 结果好或不好的时候 他是那种表情会透露在脸上的那种选手 就是你看他的表情 你大家知道他今天状况好不好 还是说他刚刚可能对他刚刚的投球很不满意 心情很不爽 或是很高兴的时候 很满意今天的表现的时候 他性情表情就很好 就清水吗 对 有点类似 你就知道今天清水到一配球 他觉得蛮不满 自己觉得好不好 看到表情都知道了 所以进了职棒之后 有些投手家店就建议库瑞慧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就去做像扑克脸这样 你就都不要有表情 你稍微去意识一下这件事情 不要让对手那么容易就看得出你现在的心情 所以他才去做像扑克脸这样都不笑 没想到Bee Boss居然跟他讲 你要不要试试看笑着投球 库瑞慧自己说 可能他觉得他自己投球如果笑着投球 他感觉有一点点 要怎么讲 有点奇怪恶心 有点怪怪的 对中文翻译有点像恶心 就是有点怪叔叔怪弟弟那种味道 可是他是没说他会不会去试 但是他会去试试看 让自己心里面的心情再放松一点 来投球 他可能不见得会 搞不过这样投 搞不过这样投都自然笑出来说不定 也有可能 他时候他会先去试试看心情上再放松一点点 他当然也知道心情上如果放松去投的话 是怎么讲 优点好处一定比较多 一定是有好处 所以他会去试试看 但是他没有说到底他会不会以后都笑着投 但是因为我觉得库瑞会笑起来的时候很腼腆 还是不要笑好了 我是这样觉得 他还是不可怜好了 他笑的时候感觉就没有什么杀气 有没有 感觉害羞害羞的这样 还是说 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说要学怒火 好像也要叫他学对不对 对 我觉得比较像是说 因为他之前是很容易表情就被看到 那现在就是说叫他熟练 那现在可能 第一波是希望他可以外放一点 適当的自放自己的情绪 感受 应该会投的更好 他可能这样想 他会觉得当投手好难 因为那时候他说他自己是豆腐心脏 好不容易历经的去年球技晚 他觉得有 他心脏开始变强了 强心脏 现在又被讲 你要不要再笑一点 挂着笑容投球 他会觉得投球很难 除了本来就要去钻研的那一块之外 现在还有表情的方面 又要去琢磨一点 注意一点 这样 看的也蛮有趣的 因为看哭六位笑 其实那种很疗愈 说实际 看他笑其实就是 除了腼腆就是很疗愈 看他心情很舒服 可是你要看他边投球边笑 算了我还是看不可怜好了 好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意思的 是比较后面的意思 希望他放松 对 Boss希望他放松 好 再来 这个除了秘密无际之外 这个陆陆续续 之前 传言传很久的 这些临时教练 开始出现了 那第一个 第一个出来的叫做 百兽之王 武警状 来了 第一个就是他 他以前 之前也有介绍过 他是以前日本田径 石像 石像 石像竞技 石像钻铁人 石像铁人 的王者 曾经是日本第一的 日本成绩最好的 他那时候也有来 好久以前 有来中华职棒 当何信金的 何信金的教练 那种客座的 他也来过 他在这种上面 他有他独特的一套 第一号 第一个临时教练就是他 那他来了之后 其实前一天 他前一天 就先到冲绳了 先到饭店入住了 那天VPOSE 晚上还突然在IG直播 刚好看到 VPOSE 大家跟着我来 稍等一下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走 走 就走到饭店的 像大餐厅的那种地方 他们已经 就看到 武警撞 跟很多训练员 他们在讨论 跑步的这些技巧 什么基本动作 什么的 VPOSE又给他乱录 两个就开始聊起来 两个开始讨论这些 比如走路的方法 所以他们其实这一次 武警撞来 他主要的日文叫TEMA 中文叫做什么 主题 主軸 就是放在第一个 走路的方法 对 他叫走路 手会前后摆动 左右手会摆动 其实大家我看那个 就是高拉截路的 就看得出来 对 第一个是走路的方法 还有手摆动的方法 还有跑步的时候 脚抬的方法 走路也是 走路的时候脚抬的方法 跟身体的联动 身体要怎么用 可能倾斜的角度 要往前倾多少 什么什么的 不管就是这样 前面讲走路跑步 还有什么 我记得还有跳 好多好多 Leading跳 对 Leading跳什么的 就是讲很多这个方面的 然后大概那一天 在Big组这边 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 他们在室内练习场那边 进行了两个小时 其实这中间 我自己看 其实不只选手在听 那天看转播 但后来如果像 郝小刚讲的那个高拉 他都有剪下来那些影片 大家去看影片 应该都会发现 我还有发现球探也在听 大渊龙球探部长在那边 教练也通通都在听 B-Boss自己也在听 还有教练那边旁边跟着 要B-Boss在旁边跟着 跟着坐 对 他有时候会跟着坐 所以他前一天晚上 可能都听过了 因为前一天晚上 有稍微乱过一下 就是其实不只选手在听 就是一些球团工作人员 他们也都在旁边跟着听 像球探 什么 大家都在听 我记得好像 庭中闲戒好像也在旁边 他那天人也在 也在看 对他也在旁边看 只是他站的比较远 他也有在看 那整体的这些 这两个小时的实演 日本讲实演就是 实际演练 实际演练 之后 有一个选手 有接受特别指导 留下来特别在指导 说到这个 好像是他的YouTube 还是什么节目 在来日本火水之前 我警状自己的 对 然后他有收到读者问 还是他自己有 他说 那是50班 对 50班量态 他又特别留下来 特别接受武警状的指导 就是one by one的这种 一对一的指导 特别指导 特别指导 对 主要要教50班量态的 就是一些跑步的时候 你的跑的时候 你要注意哪一些地方 才有办法让你的 他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说 他说那个速度真的很棒 他这样讲 对 但他讲到说 这个样子 但他这样子在棒球里面跑的话 一定会受伤 对 他就是看出了50班在跑步上 虽然很快 但是有一些动作上 可能脚跑的角度或什么的 其实是对他的脚有负担的 所以就容易受伤 特别留下来 他特别跟他讲这些东西 而且不只是 我记得看那个影片 他不只是跑直线的 因为他就 我记得他有把像雷包那种距离 一二雷 二三雷 那个都摆上去 对 还有在绕雷的时候 你要注意什么 你的脚要注意什么 整套都跟50班量态讲 50班量态自己接受了特别指导之后 当然自己知道这些东西 他也知道他容易受伤的地方 或是脚什么什么的 吴景壮跟他这样建议 他觉得说 一定有很多新的东西吸收到了 还有一些就是 他以前就知道了 但是这一次是等于 吴景壮在帮他做一次确认的感觉 也体会到有一些东西 自己一定要去吸取 或是去改进的地方 或者哪一些不好的地方 一定要改掉的 吴景壮教了他很多 接下来就是好好的 把跑壘速度这个东西 表现出来 等于他有好成绩的话 吴景壮一定也会很高兴 大概这种感觉 我觉得50班量态应该是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后面还会提到 怎么讲 受惠最多的 我觉得有可能 受惠最多的是他 可是我觉得 这也是代表说 他的速度真的是 大家都认可的 吴景壮特地 对他一对一指导 对啊 当然我不知道是 他没有写得很清楚 是谁去找谁 但有可能是 比如说 麻烦吴景壮 这个你再特别教他一下 所以要50班留下来 特别再教 特别再花时间教 也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样 其实50班这个选手 我跟你讲 绝对今年是重点选手 一定是 你从春讯这几天 这样看下来 只要他不受伤 他一定是铁咖 重点选手 铁咖 先发的铁咖 另外 一军名单 另外还有中导卓也 中导卓也在整个那天的练习之后 他还写了一个mail给吴景壮 他说 虽然时间很短 只有两个小时而已 但是我们都很高兴 吸收有很多收获 吴景壮自己说 那天他的感觉是 像中导卓也这种 在这个球队里面已经算是 一篮年薪也算不低的 也算比较支撑一点的选手 那一天在上课的当中 中导卓也都一直主动的 比如说提问题 或者是一直都坐在最靠近他的位置 他觉得有点那种 有点老大哥带着头 有些年轻的选手 可能比较不好意思发问或什么的 但是那天的氛围就是 看着老大哥都在问问题了 都很积极的在听了 所以他觉得其他年轻选手 也有被中导卓也带动起来的感觉 那天整个两个小时上课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大家都很热情 不会只有固定少数几个人问问题 其实大家都会 他一开始就发现 中导卓也特别的积极 他觉得好像他有点在以身坐折 也让一些年轻选手会想要自己去提出问题 问吴景壮 吴景壮自己的形容是这样 他觉得中导卓也在球队里面有带到 有做到带领年轻选手的这种角色 他也很高兴 这样子的选手愿意这样子做 其他隔一天第二天 他就去了BOSS组去郭多村那边 再教那里的选手 这大概差不多都一样的东西 可是在郭多村这边 我记得报道里有讲 因为我差不多花了两个半小时 又更久一点 多了半小时 差不多多了半小时 其实他每一次 不管前一天在Big组 还是第二天在BOSS组 的上课 上课中就会了 上课后也会测一次 上课中的测试 就是在大家听完我的 还没听之前 大家先来 比如在第一天在Big组的时候 他们就先做30公尺的冲刺 然后计时间 先测 上完课之后 大家听了我的建议 或是什么样注意的重点 跑步的重点 我们再来测一次 第一天他就有发现 几乎所有的选手 都比还没听课前 大约快0.1秒 他说几乎所有选手都有 第二天去国头村 因为国头村上课 他们也是在室内练习场 但是可能比较小间一点 所以那天就只有测20公尺 那一样也是上课前测 上课后再测 他说也是几乎每一个选手 都有快0.1秒左右的时间 其实20公尺30公尺快0.1秒 其实就有 算有感了 因为很短 10公尺一下就到了 你就已经快0.1秒了 他说第二天的时候 比如说工田彗星 田工玉良 在那边算速度比较快的 他20公尺都跑到了2秒8 或2秒88 算很快的成绩了 20公尺2秒8 2秒88 所以他觉得其实每一个选手 都有收获了 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那天其实看很多那天的影片 其实旁边也都有防护员 一直拿着摄影机录起来 因为我觉得最担心的一定就是 秋团一定都有想过 那天上课 当场吸收 当场食演 效果一定都很好 因为还没忘记 如果影像录起来 大家回去三不五十就拿出来 再翻再看 再翻再看 要一直持续下去才有用 对 只有那天快的0.1不够 你要一直都持续 把这个动作真的吸收了 你以后比如在场上的这些成绩 比如如果真的有成效 或许比如说 今年日本火腿的内衡安打会变多 对 因为快了一点 大家的皮肤都变快了 对 但那天也有看到 我忘了谁 好像也是 那个 顺讯转播单位的球评 不知道是谁讲的 他说会不会上完这两天课之后 那个日本火腿所有选手 走路的动作都一样 每个人走路都变一样的动作 在走路 全部都接受了无警状的建议 大家走路又跟机器人一样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动作 这样 跑步也都跑一样 动作都一样 因为我觉得看到 你们有看到 就是BIG主王伯伯伯在那边吗 对他也有上课 他也很认真在那边看 在那边抖路 就是 对啊 尝试 对 我觉得好像真的蛮有趣 然后再来就是 我现在才想到 我原来舔工这么快 对 其实那时候他就要讲 他就要做一个 什么 跑得快的捕手 我记得他那时候入团的时候 他有讲过 对他有讲过 有速度的捕手 但没想到这么快 蛮快的 蛮快的 我记得那时候 不算慢的 不算慢的 因为他身材也是溜辣溜辣 瘦瘦的 也算小小的 小小瘦瘦的这样 他一定是捕手里面跑最快的 一定 对 捕手里面他一定最快 对 他一定最快 嗯 好 另外 这个 临时教练这部分 稍微整理一下 陆陆续续到录音今天 2月6号 的一些消息 后面还有谁会出现 其实这些名字 跟大家之前推测的都 这些名字都出现过了 好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B-BOSS自己爆料的 这个市府广志 日本体育厅的老大 他说已经确定了 B-BOSS自己讲 会来 他没有讲什么时候来 他说会来 因为那天我们上一集 不是讨论到 小小想说会不会 因为冬奥现在开始了吧 对北京冬奥现在开始了 我是好像看到日本 好像都没有派长官去 好像看到一则的新闻是 对 所以市府确定可以来了 他可能没有去 可能没有去 因为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 在写日本决定 就是那些政府长官都没有人要去 就是不派这些长官去北京就对了 就可能市府广志没去 就是可能就选手过去这样而已 选手教练这样过去而已 另外我看 市府广志自己 那个新庄自己讲确定了 再来 赤心献广 确定了 赤心献广是 应该也是上个礼拜天的那个新闻 他自己也在节目里面 松口讲 他确定会去当这个临时教练 然后后来还有陆陆续续的那个报导出来 新庄自己有讲 再几号讲 他好像 7号 5号 5号还6号讲的 5号 有可能5号 6号他好像不是讲 7 应该5号讲的 2月5号的时候讲 5号6号讲说 他会来是不是 对 那个BeePose自己讲 赤心献广7号的时候会来 7号等于 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已经知道赤心来了 等于礼拜一 已经来看了 礼拜一白天 赤心献广就会 我们要报更大的 我们先报 但是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我们要报下一个更大的 下一个 下一个我就没有算报了 反正就赤心献广确定2月7号 礼拜一这一天回去 50番又爽了 所以我这收益 收益最多的50番 又一个 垒上 又是速度的 又是跑垒的速度的 对 这个比武警状还更多技巧的 对 这个完全就是想办法活在1号垒之间的 1 2 3 垒之间的 对 那还有一个人物 第三个 藤川球尔 藤川球尔 那这一天是因为 其实2月5号2月6号的春讯转播 因为他中午都有一段时间要 这些主播跟两个球评会轮流休息 所以会请那个谁 请那个金城亮泰 那时候有介绍 他会在这个 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候 会做那个单元 叫做金城介绍所 为了要符合Beat Boss出的这个题目 要介绍日本或者宣秀给大家 可是没想到Beat Boss在5号跟6号 这两天在中午的时候 他给人家跑去转播席 给他乱录 跑去那边跟大家聊天 那6号这天他又跑去 5号去其实大家就已经很surprise了 因为他们其实聊到一半 突然旁边工作人员拍一拍金城亮泰的肩膀 说Beat Boss来了 他一转头 所以他说他后来金城亮泰自己说 他其实一开始就闻到味道了 因为Beat Boss的身上香水味也是很浓的那一种 他其实他有闻到味道 可是他没有想到监督会亲自跑来转播席 中午的时候 6号没想到又来 5号来就已经大家很惊讶了 6号又跑来 聊聊聊聊 就新庄刚才自己讲到说球额也会来 他说后天等于是8号 他说球额8号的时候会来 那今天的球评是那个谁 剑山跟森本希泽 他们两个听说要来当临时教练了 确定了这样 Beat Boss才想到完蛋了 我自己先爆料了不能讲 但是说没有了会来 他说他有提off给藤川球额 但还不确定是不是临时教练就对了 反正他后天会来 等于是2月8号会 还会突然在球场 对 那因为那个转播都是直播的 所以那消息都已经绑络出去了 一开始我记得是Daily Sports好像最先写的 他就给他下标题说 新庄监督自己松口 藤川球额也会成为临时教练就对了 那不是才用了一个那个吗 就是符合最近连仓店的13人 现在改了一个叫新庄店的8人 对 用一个梗就对了 但是没有想到 每隔多久 不到一小时 可能三四十分钟 藤川球额就在自己的推特 发了一个文 他说他没有要去日本火腿当临时教练 他说他没有 我没有要去当临时教练 但是我一定会去看Beat Boss 他有要去看Beat Boss 但我不是去当教练的哦 对 但是因为那一天 其实六号这一天 Beat Boss其实又跑去牛棚看 嗯 然后他刚好看到那个谁 三浦人大在投球 啊 看完之后 Beat Boss今年在顺讯的时候 给大家的印象就是 他到处都去 嗯 牛棚也去 球场也跑什么时候 他就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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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播系也去 对 然后 他很会找镜头 因为知道他那个转播单位 因为他不可能拉着那个摄影机一直跑 所以他是他派了非常多台的摄影机 就是到处定点 那今天定点在那个牛棚的那一台 Beat Boss自己 因为他很清楚 他知道那一台就是转播单位的 他看完三浦人大的春讯之后 他是自己走到那个镜头前面讲 还故意讲那种小小声的 好像悄悄话这样 他说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三浦君投球 哇 真的太棒了 那他其实都知道了 三浦的直球 我已经就是大家讲的 会在往上串这样 对啊 Beat Boss就比那个手势 哇往上串 哇太棒了 然后讲到这个 就会想到某个人的直球 对 他就往那个扣 他说当然还有一些小小的东西 可以再改进 或者是再加油 到时候我再请求饵再教他 他其实那时候就有讲出来一点点 他说如果求饵再教他这些 就是直球的时候 那个食指中指怎么扣啊 什么说这些小技巧的话 哇 那个三浦的直球一定会更棒 更让人流口水 他其实那时候自己就讲到一点点了 但是不管了 不管 藤专球 他自己讲的已经不是临时教练了嘛 但是他会来 我觉得Beat Boss就多少也会熬他啦 你知道吗 反正你都来了 对 就问你了 你都来了 只是不是临时教练 至少你教育一下我们这些投手 你那个直球尾镜 对不对 当初也是有这个叫什么火之球的称号 火球的称号 这个直球的尾镜 到底要怎么投 手指刀怎么扣 尾镜他会更强 甚至还有一些心理层面 因为当close 对不对 这个心理层面的东西 他一定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 虽然不至于到临时教练的程度 但是目前这个新闻这样看起来 8号 7号赤信献广 8号藤专球尔 这应该是确定的了 藤专球尔不算那个临时教练 好再下一个 这个也是8号 8号要跟这个版神的练习赛 在一页做的 先发投手 对了 先发投手确定了 因为日本喜欢搞这个叫什么开幕投手 等于今年的第一场对外比赛的投手 括号开幕投手 不是真的立行赛开幕投手 括号 今年日本国队第一场对外比赛的开幕投手 立野和民 要交给立野和民去投 当然大家也不用看得太 怎么讲 他就是第一个投 对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自然有一种肯定的是有 因为有人 刚那个 有两个重点 好前面两个不行 伊藤大海跟上哲不行 可是也没有轮到加藤贵姿 没有主要还是想要先看立野和民 对 那就好 那就让你去投这一场比赛 但先发也不会五局 我看顶多也是两局三局可能就下来了 可不过一局两局也说不定 有可能对 因为才八号 八号应该都还算第二阶段而已 五号开始是第二阶段 春迅的第二阶段 八号也都应该算第二阶段 不会太多局数 就是让你上去 就是有那个实战的感觉 大概是这种而已 他就静观他的表现 因为多少还是有一些可以参考的价值在 虽然意义没有很大 可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出来 他状况到底调的怎么样 春迅的状况怎么样 什么的这样 好 再来下一个 这个又一位选手脱离诞生了 何野龙生 何野龙生在2月4号的时候宣布 他跟了一个住在杂皇室的一般女性结婚了 住在杂皇室 应该是露团之后才认识的机会比较大 对 对后面有写了 进了职方之后才开始交往 我忘了漏看这一句 进了职方之后才开始交往 在去年12月底 在一个特别的日子 他向新娘在餐厅里面向新娘求婚 等一下 特别的日子 12月底 但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求婚那一天 就等于是特别的日子了吧 那这有讲跟没讲不是差不多 我自己看到这一句 他们有圣诞节 他不就圣诞节 12月底又要特别的日子 但有可能不是 对 因为他这个日本媒体就用 括号上引号下引号 特别的日子 这样 我看到前面他前面写去年12月底 对于两个人都是特别的日子 我想12月底不就圣诞节 当然有可能不是 比如说是认识的纪念日 比如认识满一年满两年那种的 也有可能 总之只有括号特别的日子 在餐厅求婚 当然新娘就答应 接下来就是在早晃室里面 他住在早晃室 休战姐 他好像是说 就是有点像是说 到底是 其道也没有讲到底是哪一年 什么东西哪一年 哪一年认识都要 结婚开心比较重要 两个人过得开心 他就写进职棒之后开始交往 对 今年球季是何远隆生第三年了 第三年 所以应该是没有超过三年 一定没有超过三年 对 反而不是交往一年 就是交往两年 两年 然后结婚 对 早一点认识就是一年 晚一点认识大概可能只有两年 在一个特别的日子 早一点认识是两年 晚一点认识是一年 我讲反了 果然明天要上班就是不太行 好 大概就是这样 那当然新娘有这个特别会的料理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萝卜 煮萝卜这种东西 不是 这是何远隆生喜欢吃的东西 他比较不喜欢的是茄子 对 这个怎么讲 茄子的话但不是到完全苦手 他茄子如果你把它加在味噌汤里面的话 何远隆生还是吃得下去 所以还是有办法吃 有限定的 有限定的 要加在味噌汤里面的茄子 对 他这一段其实要讲的是 因为接下来有老婆了 对不对 老婆好像有去考那个 就是类似的叫什么 营养师的执照 他好像有拿到 老婆也有拿到 所以等于接下来的 因为又等于要住在找往是马娘人生活了吗 接下来就是吃的这方面就有老婆support 老婆会帮他去注重这些营养的东西啊 什么说的这样 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自己要张罗这样 主要是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是在讲这些 等于有点点 新的生活开始了 或许心情也会转变 那新的球技会有 就是自己也知道 因为角色不同了嘛 对 现在不只是自己的 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了嘛 一家自主了 所以要更加有 在新的球技 更拿出更好的表现这样 好再来 下一个 这个应应这个实战练习 就是我们录音的这天 2月6号有一个红白战嘛 他拉了4个选手 从BOSS组拉来BIG组 分别是北山宣姬 这个去年选秀第8首 我来了 还有四目联 另外还有两个野手 石井一成跟这个佐藤农士 石井一成来了 跟佐藤农士 他们在5号的时候 就到BIG组报到 他主要就是 因为要让这个红白战 还有8号去跟本身的这个练习比赛 只是人手多一点啊 所以这4个选手 拉上来BIG组 或者是他也想要先看看吧 应该也有 只是我看6号 看6号这天的转播里面看到 佐藤农士其实都一直在拿一类手套 他手背练习的时候也是 从早上那个 投手内野手的串联的练习 手背打暗号的这种练习 他都拿一类手套战一类 他没有正来二类了 他会不会 我一直上来讲 可能不需要他再二类了 他都拿一类手套 二类的丁子换人了是不是 有可能 我不知道 要再观察 可是我真的看到他都拿一类手套 都跟高冰诱人在一起 另外 讲到这个就讲来聊一下 6号这一天的第一次的实战练习好了 讲是讲红白战 所以大家一开始都觉得 红白战分两队 哦我要来打了 结果Beeboss头脑想的根本不是这样 虽然叫红白战 我看可能也算是临时的 一开始 这个手背的那一边上去 他还是有分红白两组了 比他上去的 就是手背那一边的人通通上去之后 但他是有点像是怎么讲 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模拟 状态 状况模拟 没有他本来我觉得没有 但是Beeboss坐在后面看 他本来后面他有放一个护网 他拉了几张椅折贴椅在那边 教练啊什么都坐在那里 Beeboss好像突然有指示 然后就看到三个跑者跑上去 一雷二雷三雷 所以我看的感觉是 一开始本来可能没有要这样 临时Beeboss想说 凌光一闪 我来这样子好了 要弄就 从最难的状况开始 满壘 从满壘开始 后来媒体报导有解释的比较清楚 我们就来统整一下 他所有的打席 想定的状况 通通都是现在比数是4比3 然后一出局满壘 对打着一分离些像什么 对 然后一出局满壘的情况 打者进去打 然后投手这个本来就已经确定了 这个开始前媒体就有讲了 他每一个球队有几个投手 我忘了 反正就是一个投手投三个人 然后投两轮 然后就结束 这个红白战就算这样结束 但每一次的对决 每一次的打席 都是4比3 0千然后满壘 一出局满壘 对 所有的打席 所有的状况都是从4比3 一出局满壘 领先1分 一出局满壘开始 那信州刚才后来比赛完了之后 他自己解释 他说这个场面 一出局满壘 其实是最容易让两边都 战战兢兢 或者是紧张的场面 因为打者会很想打出去 对 手被很爽 会比较紧绷 对手被很怕 我不能失分 我不能再失分了 我现在输1分了 再失分就输更多了 落后更多了 领先1分的这边 打了这边就觉得 我这个时候如果再能打出来 我把领先扩大了 甚至打者自己的自信心也会起来 所以Beeple組 他从这个状况开始 开始给他打 但他说其实现在 因为春迅才刚开始 所以 投手比较有力 是正常的 因为投手比较快 打者可能都还没有办法面对 有些诉求来讲 还没有办法掌握得那么好 那里面比较特殊的是 比较特殊的是 后来他又去绕了一支麦克风 因为他坐在那个 或往后面 坐在椅子上看 他笔上笔一笔 他突然会用麦克风指示 他第一个指示 那个时候三股全是在锁左外野 他叫他 左外野 姿势放轻松一点 不要那么拘谨 可能手背的时候 本来就会有准备的动作 Beeple組可能觉得三股全是太拘谨了 叫他不要那么拘谨 不要那么拘谨 不要那么拘谨 动作放轻松一点 后来那个时候是好像50番在二壘 二壘跑着 他用麦克风 因为他的麦克风 直接都接球场扩音器 全场都听得到 连观众都听得到 二壘跑着 二壘跑着 离壘再远一点 再大一点 再远一点 后来还有 好像是万波跟金串优马 金串优马手右外野 他说 右外野跟中间手距离拉太开了 两个再靠近一点 他就直接用麦克风在那边喊 然后全场的球迷 大家都在听得到 全部都听得到 对他都听得到 然后后来 他把麦克风放下 因为他每一个投手投完三个人 投手就会下来 换下一个投手上去 他并不是说一定搞到三人出去 他没有再算这个 就像前面介绍 所有状况都是艺术局蛮雷 你投手投了三个人就下来 换下一个投手上去投 投两轮 对这样 在换投手那个时候 EU Boss就看他跑到中外野 跑到万波中正后面去了 他就贴在中外野拳院打枪前面 他后来跑去那边看球 他在那边看球 我觉得可能是他很熟悉的位置 中外野 他站在那个队 看整个场 看大家的动作 看每一个选手打极的打者 还有手背的选手所有的动作 这是他最熟悉的位置 然后后出来不死 你会看到他从外野手 外野后面 就叫万波站的位置 你应该要站近一点 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这样 就是很多指示 所以至少我讲到6号 那我们录音这一天 这个B Boss给我的感觉 他真的完全全投入在这些训练中 不管是今天这个实战练习 还是之前一些练习 尤其之前比如说 外野在ROGOO在手背练习的时候 他也是一直都跟在外野旁边 因为毕竟那是他最熟悉的位置 他就一直在跟外野手讲好多事情 一直讲 一个很不一样的监督 我说实在话 自己都聊下去讲 以前大部分人间都不会一直教 他会大部分时间在看 B Boss除了看之外的时间 他大概都在教 他就一直讲 在牛棚也是 他就看一看 他就会跑去跟投手讲一些事情 讲一讲 然后投手就继续投 这几天至少 第一阶段三天 第二阶段现在进行的 大录音这天两天 这五天我的感觉就是 他就一直讲 一直叫 好 再来 还有6号这一天 有一个熟悉的脸孔 造访了名户酋长 害我老累差点又重痕 一点点 栗山英树监督 他这次是用沙维莱夹片监督的身份 因为他这阵子都造访春训基地 从本岛那边 宫崎那边开始 这几天来到了冲绳 今天就 我看早上他好像在杨乐多那边 后来跑去半神 之后就一路北上 就一路到名户 他就来造访 他的老东家日本火腿 跟B Boss打招呼 两个大概聊了差不多10分钟 然后在场边聊了10分钟 当然主要来拜会一定是 就是要挨拆一下 到时候如果有需要征召你们 日本火腿的选手的时候 请你们要帮忙 但信中监督的回应一定是正面的 他就没关系 尽管拿尽管找 要的选手尽管找去 如果上海来脚片需要的话 尽量找 通通都可以 栗山英树自己也说 因为他每个球团都要去看 每个球团就要去看 他目前看的感觉 果然这里人是最多的 果然是B Boss 因为今天礼拜天 礼拜天本来人就会比较多 因为前面有一些球团去的时候 就飞还不是六日 那人一定比较少 他一个是的确去的时候 因为刚好 像板神不是前几天 前一两天人没有很多 那是因为 那时候Omicron 其实真的大家有点怕 一开始的确会有点怕 但后来可能发现好像增加的还好 对 遇到六日了 人就开始出来了 那当然 栗山监督是自己说的 他说 但他现在的身份 对他来看日本火力球队 他就像一个球迷的身份了 我也是一个球迷 所以我也会来替这个VITAS加油 另外就是提到萨布莱甲片 他有没有可能会征召谁 目前当然 媒体推测一些名单 比如说伊藤大海 上哲之之 静藤建介 50番亮泰 库瑞慧 这几个可能几率比较高的 那这个 栗山监督自己是说 然后他受访的时候自己是说 他说当然他不会 就是对任何一个球队去做这些 比较无理的要求了 就是我不肯一次要你那么多人 我刚念名一二三四五六 可能到六个五个六个 他当然不太可能那么多 那当然到时候整个球队的构成 可能需要什么样的选手 什么样的选手 当然也有可能会征召到日本火腿的 那不管怎么样 对于日本火腿 毕竟是他以前指教过的球队 甚至他现在当然在这个球队里面有职务 他说如果最后万一发生什么状况 就是一定要 我觉得他指的就是突然要补选手 原本要的选手可能有人受伤了 突然要辞退了 他说如果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 他可能还是只能来麻烦FITAS 他说大概是这样 另外对于明年的WBC 他说他当然知道球队里面好的地方选手 好的地方在哪里 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他说其实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选日本火腿的选手 条件上来讲有比较严苛一点 就是不够好 对 没到那么好 要去打WBC的话 没那么多好选手 要能够到打国家队 能带去打WBC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说不定会是12球团里面最少的也说不定 放心还不是最少 你们上一期也不是最少 不是上职业有零人了吧 我不是啊 第三阶 但是我觉得要讲这样也算实话 是实话 现实就是这样 现况来讲 其实真的 靖腾 怡腾大海 之外 怡腾没了吧 大概对啊 就怡腾大海跟靖腾的几率 这两个有见奥运啦 而且 怡腾算是有证明自己 嗯 嗯 除非比如说50番今年成绩真的 让大家吓掉 哇 又会打又会跑之类的 嗯 又会手 手背又强 或者是 枯瑞灰 或者是譬如说 他真的很想要再带左头手中继用 因为奥运的时候 其实就比较没有左头中继嘛 对 实话大概真的也比较懒 另外就是WBC 母舰名额也是 可以大名单好像 最后大名单好像也是比奥运多吧 多喔 我忘了耶 嗯 我记得是比较多 总之怎么讲 一三千都先把丑话讲在前面了 嗯 有可能是最少的 大家不要难过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真的有人需要什么的时候 我还是会回来找你们帮忙 再麻烦了 对再麻烦你们了 因为你这种临时要人有的球团 可能比较不想要了嘛 对 好 新闻的最后一个 新闻最后一个 来这个 聊一下阳性 阳性的感染者陆续都归队了 比如说5号的时候 林孝斋 黑豆可吉回来了 另外还有 慕田悠夫二军监督回来了 还有这个渡边亮回来了 那6号的时候 伊藤大海 还有 潜尖大鸡 田中英斗 三个人也都加入了这个二军的训练 所以 阳性的一回来 其实通通都从二军开始了 正常 正常 没有例外的啦 伊藤大海大概就Catchball这样而已 我们刚开路前 伊藤大海还开那个IG直播 对啊 他跟那个谁 望月 望月后来有进来吗 我看的时候 对 他们两个开直播 最后 最后 中间很多人在看 看那些日本网友打的bboss也有看 还有什么 生夏唱人也跑来看 加藤桂志好像也跑来看 我看日本人 他们比较厉害 他们都知道谁的账号叫什么 还不知道谁来了 好 以上就是新闻的部分 接下来 15年 五年 北海道 带 带 带 还是有很多可以讲 但我尽量分 有时候分不清楚的 大家就包含 当做整集听也没关系 中间当做休息一下 有的真的也不太好分 到底归哪一边 新闻类的 还是专属Beboss比较好 也不太知道了 好 第一个Beboss time 这一次第一条烟火秀 我有分享网址吧 我记得 好像有放在你的专研上面 那是YouTube 我忘了 放了都忘记了 反正就是有 大概好几分钟 有报道 剪下来 整理一下 他在开讯前一天 等于1月31号的晚上 那天晚上 他人是在球场 一壘观众席的最高的那边 他也很好玩 他就拿麦克风 麦克风我不知道怎么接的 应该是接球场的 就像刚刚前一期的 红白站的时候 应该就像刚刚讲 红白站那个 对不对 他就拿麦克风突然讲 他叫所有选手通通出来看 看的时候请你们把室内的灯打开 我们将镜头照过去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每一格 因为他们选手住的 几乎都是面海这边的 面球场海这边的房间 所以就会看到每一个房间是一格 一格的中间就有一个人影 那画面就很漂亮 请大家都出来看 有人写15分钟 有人写17分钟 有的报答写17分钟 其实蛮久的 15分 很长耶 总共2200发的烟火 2200发 我觉得故意选22 因为今年2022年 故意用2200 而且这个烟火的全名是叫 Big Boss个人赞助 来自Bitpoint的个人赞助的名字文长 春讯前夜花火秀 对 春讯前夜花火秀 名字露露灯 整个企划就是他起头的 Big Boss自己起头的 他自己去想 他找这个赞助吧 他自己去找 自己这个赞助商来 对 自己去找烟火厂商来弄 通通都自己去 从发想就是自己的 然后自己去找人来 来帮他完成这个企划 当然目的就是要 感谢这些 疫情期间的医疗从事人员 甚至还有可能现在被感染的患者 希望大家早日康复什么的 当然还有就是 因为隔一天春讯就要开始了 希望不只是自己 不只在名户的大家 所有在春讯的职棒球队 大家都能顺顺利利的 甚至还有在日本的每一位国民 都能够有好的一年 那种感觉 因为求春到来 大概就是这样 他的爱沙子全文 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然后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加油 他后来也有讲 他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变成惯例 就是如果有哪一天他不当监督了 或是他离开球界了 也希望就是每年 好像春讯的前一个晚上 就会有烟火可以看 就类似讲这样的话了 另外有一些媒体有提到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镜头在拍的时候 他看啊看啊看 他有擦眼泪 他有用手擦 他有哭 对有眼泪有掉下来 眼泪掉下来 所以他就有被问 采访的时候就有被问说 你怎么会看烟火看到情绪来了 感动了吗 还是怎么样的 他说主要看烟火的时候 因为配合那个音乐 他就回想到他在 还在 人在巴厘岛 但是那时候已经确定要 到时候要回日本参加测试会了 那时候在巴厘岛 棒球的器材或场地都没那么发达 他说他有一阵子就是每天都到森林里 捡石头比较像球的感觉的 每天在那边练习丢球 意思是丢球其实是丢石头 来怎么讲 来把自己的右肩膀的背力 身体状况慢慢拉回来 尤其是背力这个东西 所以他回想到那一段 比较辛苦的时期 所以眼睛就湿湿的了这样 因为那边就是真的 野球道具比较少 所以只能用石头去 看看自己背力到什么程度 或是慢慢调回来这种感觉 那希望就刚前面讲的 希望这个可以变成每年的惯例 然后可以持续好多年 十几年 二十年这样以上 因为我觉得这有一种 实现他第二个野球人生的感觉 如果他没有回来参加那个 trial 那个特斯的话 他也不会今天也不会变成建筑 对 因为那个时候他说他要回到球界 日本球界 所以这样就陆续下来 他才有了这个机会 回到日本国土 对啊 大概是这样 没想到他会哭 会回想到那一段 真的可能 真的只有他才感受过的经历 对不对 那个回忆 后面最后有提 这个计划大概是两个月前开始计划的 两个月 也蛮久 那不是等于他当上监督 就任记者会没多久就策划了 就开始在策划 就在想到这边来了 对啊 心思很细腻 很暖心的监督 对不只像有一些 大家觉得好会作秀 好会作秀 没有他做的会作秀之外 他还有 但对啊 你说放烟火 但也是秀的一种 对 只是他背后的意义更大 其实我很讨厌人家说 比如说会说什么 现在进入球期来 要看他的手腕 之前的炒作都会告一段 我真的很想 什么叫炒作这两个字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 他前面这样秀东秀西什么什么的 在进入2月1号后 都会稍微 有人讲就稍微会缓一缓 对不对 不会那么夸张了 但是接下来要看他的 怎么教什么什么这样 可是因为他的 你要说对 像比如说他很知道 摄影机在哪里 所以他会过去 比如说山普 山普投影 他会过去说 他的球好厉害 我再这样这样 然后去故意讲那些话 跟他讲的每一句话 都跟棒球有关系啊 应该讲 大部分 应该讲 好啦我不敢讲 我想的就是对的 如果你真的花比较少时间 在看这个人的话 心中刚是这个人 我觉得他这些东西 是继续并行中 他没有说 因为2月1号 我可能要比较回到本业 我就比较不要 那就是他本业的一部分 你想做是这个 这两件事情 对他来讲 都是同时要一直做的 做会有很多方式 就像前面讲 他连续两天 给人家乱录 那个转播席 讲一堆 第一天就聊了30分钟 第二天短一点 第二天没有聊那么久 然后你看他其实 比如刚刚情媒体的红白站 他给他麦克风拿出来 开始在那边讲 没有 他其实前一天 就一样也在场边 他那个场内在 全场的手背练习 内野手外野手 统统站上去的那一种 他也是给他在旁边 麦克风先拿出来 他先跟大家介绍 说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职业等级的手背练习 请大家拭目以待 以前哪一个监督会拿麦克风 好像主持人在那边介绍 他这个东西还是在 这都是就像今年的球团的 那个Slogan一样 球迷就是宝物 宝物啊 尤其这6日 这两天球迷会比较多 所以他一样还是会有很多 不然就是你看他场边 他随时如果在移动的时候 在经过场边 他手都是举起来 跟场边的观众打招呼 或是比那个6 对啊 而且他好像今天还有那个吧 就是给小球迷戴新的球衣的那个嘛 新设计的那个球帽嘛 后面会介绍 对 对 好 就是我觉得又怎么讲 这都是职业运动的一部分 我会这样想 我觉得就没有所谓的什么草作 不知道 当然他要怎么做是打架 还是就像另外一边有个 现在在被隔离的教练会喜欢说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拦法 都不要溜鬍子 还有那个投球不能笑 刚好跟帝宝是相反 全部相反 对 他在每个监督的每个监督的作为 可是新装一开始也讲了 他有他的做法嘛 对 我就是要让大家看一个 跟以前都不一样的监督 对 那我觉得就是好小想要讲的啦 没有什么 我觉得这叫做炒作吗 就是炒作这个含义 是不是有一点负面的意思 就是 我觉得会用这个字去形容的 基本上他看的东西 他就比较狭窄嘛 对不对 他看来就觉得 球员 职棒 你讲职棒 监督就是要该做什么 教练就是做什么 球员就是做什么 其他的都不能做 你就是好好把你的这个做好 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所以他会解释 像你刚才讲那叫什么 我又忘了两个字叫做 炒作 就是我觉得不只是 就是蛮多媒体 或是说台湾或是说一些日本职报的 欧比 我觉得他们也都有这种想法 那种感觉 让人家觉得 既定观念 对 太深了 但是这个人呢 不想要在选择 他现在不是选择 这个人你就本来 从大爱情都知道 你没有办法用既定观念去看他 对啊 而且他做了很多很多东西 他本来就是 方萨比斯 他就是为了服务求迷 大家看的高兴 对不对 甚至人家他有一些训练 他让被训练 在训练的这些选手也要高兴 呼拉圈拿出来 大家丢的气氛好 大家心情好 高兴 对 但这也是棒球的练习 对啊 他的确在练东西 他也在练东西 对啊 他也在告诉选手 我想要你们的 我想要要求你们的传球 大概是什么样子 请你们做到那个样子 我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这个记忆点就会很深 大家想想 对 呼拉圈 不能太高 左右不能偏 当比赛真的来实弹 真的比赛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眼前好像 对啊 你这个记忆点越深 你比如外野手回传球的时候 有可能就比较不会脑充血 对啊 因为你记忆点 对 Boss有教我们 提醒我们过 要这样传 我就不会突然脑充血 有一个充电报传 传到本来后方网子上面去了 这样之类的 他的做法一定也是这样 想要你们 箱在你们的头脑里 他才去做这些记忆点很深的东西 对 好 下一个 他这个实现了一个跟记者朋友们的 这个约束约定 他从2月1号开始 这个厉害了 所以有时候看到就觉得 哇 我们或许有一天 疫情比较趋缓了 新庄如果还在当监督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去一下 给他请客 他从今年春讯开始 他跟这个记者朋友们 所有媒体朋友们 约定好了 他会招待所有记者朋友们的中餐 他负责 哇塞 中餐负责 而且这一天 2月1号他是先去国头村 对不对 他那天不是骑着那个很刷 那个三轮 三轮摩托车 大台那个进场 很大台的 对对对 那个记 好像也是好几百万的一台 然后骑进来 停在那边 他一走下来 他做的第一件事 什么知道吗 他去找工作人员要拿一个东西 我会想到他要干嘛 他要拿什么 他要拿什么 没有 他去拿那个东西叫做 应该类似猴唐 VIX V-I-C-K-S 那个以前去日本玩 去日本玩 这个比较舒服的 对对对 我们每天都会 拜托我买回来 所以我看到那个盒子 就印象很深 就VIX V-I-C-K-S 他送了150盒 给所有的媒体朋友 大家分 他说 因为他知道有人说 吃这个比较不会被感染 因为对喉咙比较好 还有一定点杀菌的效果 他希望大家不要感染 也希望大家不要感冒 另外回到午餐的这边 他以前就跟媒体朋友们有这个约定在 到时候我当监督 大家来春训的时候 这个中餐我会负责 我会请大家吃中餐 大家不用烦恼 不用去找 去过 像我们有去过 好久去过好几年 日本火腿就两年了 对不对 我是巨人一次 火腿一次 其实我们的观察媒体朋友们的中餐 我觉得大家都没吃中餐吧 对不然就是随便吃一吃 买个饭团吞完 真的是吞的 真的是吞的 对对对 然后再不然就是有一点点空难的时间 他也是走出去 比如在球场外面那个餐车旁边 随便买个东西这样吃一次 然后就进去了 站着吃一次 结束就回来继续弄了 对对对 毕竹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这些 这些媒体朋友在春训期间 尤其中餐这一餐其实都没有办法好好吃 所以OK 那我来张罗 他请了一个在乌鲁玛市 也是冲绳的一个地方 他的一间居酒屋叫做巴纳玛元人 巴纳玛元金元人 就是原始人的那个元人 他去拜托了这一家 这家他是写居酒屋 然后我们也可以讲他是餐厅这一类的 他第一天他请他准备了100份的咖喱 100份的咖喱 还有没有汤 我忘了 还是有饮料 好像有汤 我记得还有汤 免费 只要你是媒体记者朋友 就可以去拿 那我面前请你吃 我记得第二天也是咖喱 第二天也是咖喱 他2月5号那一天 他不是乱录那个门波席 有没有 因为金城亮泰他也都有去拿 金城亮泰有去拿那个来吃 他跟Beebo讲说不好意思 我想跟你讲就是因为我们前两天都吃咖喱咖喱 对 再来能不能换那个taco rice taco rice中文怎么翻 墨西哥饭 就是好像是墨西哥饭 通神的那个taco rice是中神的特产 对对对对 好像是翻墨西哥饭吧 是中文如果要翻的话 墨西哥饭 结果他6号的时候真的变墨西哥饭 6号的时候那个 如果他们那个咖喱 我去搜寻 他那个咖喱看起来真的很好吃 豪华的 对 然后那个是比较偏一点异国风味的咖喱 对对对 不是日本的 对对对 是好吃的 就是你在本岛也不会没事可以吃的到那种 对 因为大概要在冲绳 冲绳可能比较容易吃的到这种 对 嗯 他说这个报道里面提了 他说基本上春训期间 几乎每一天都会提供中餐给记者朋友吃 可以跟新庄签10年吗 这样我们一定去得了 我也好想被他请吃看看 对 只是觉得 他想的就是比人家周到 但你要说他会做公关 我当然也不能否认 对不对 但是偶尔请一次 我觉得以前的监督一定很多监督都做过 但是你要这样几乎每天都提供中餐给记者朋友吃 应该就没有 嗯 我印象里是这样 偶尔请一次偶尔请一餐的那种 一定很多都监督都做过 是有 嗯 但是说接下来我负责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应该是第一次了 对你要暖心到替记者朋友想这一些 反正你们都不用烦恼张罗中餐要吃什么 反正你就一样做你们的工作来到球场 中午你就去那边拿 我都请那个是人家准备好了 你就去那边拿 就是暖心他不止暖球迷暖选手 还暖记者朋友 媒体也被他抓着捞捞的 被他收补了 对对对对对 好再来下一个这个我有在 翻地的那个粉专分享的 其实我那时候只随便讲一讲而已 没想到真的做了 对被你严重了 他真的手套也去特别做一咖 而且上面还给人家镶一个苹果手表在上面 Apple Watch也给他镶下去 后来日本媒体有介绍 他说这个手套的制作厂商叫做D by M 大概算比较新的手套制作厂商 开始问一下你台湾开始有一些 比较喜欢手套的或收藏手套的球迷朋友 开始有人会接触这个品牌的D by M D就是那个英文字母的D 他念Bi但是他那个是就好像D乘以M的感觉 是一个XX小XX的那个字 他念他是念D by M 因为他这个设计师叫做公下大辅 帮Bplus设计的 那公下大辅这个设计师 他以前自己也有打过棒球 他以前是301学院高的选手 后来他在2015年的时候 自己创了D by M的手套品牌 所以还算年轻的手套制作公司 2015到现在才第七年而已 他主要是他自己联络的 他自己去联络Bplus 说我们要不要再来做一看 比较特别的手套 然后因为那时候 然后他就Bplus就说好 对 因为那时候Bplus参加try out的时候 2020年去参加测试会的时候 用的手套就是D by M帮他做的 所以这次公下大辅 有这个渊源 对 有这个渊源 所以他再去问他 要不然要不然来做一个 再来做一个特别的 然后就会讨论 新装就想要来做什么 当然颜色他也是有他的坚持 颜色马上就决定要红色手套 一如往常的红 然后手套的一些基本的 可能你说球挡的那些 或是手套的型什么的 他还是有新装有他自己的 用的习惯或坚持在 其他就是这些装饰的部分 因为要做一定就会做刷的 做比较劲爆一点的 不会做那种普普通通 只是要用的手套不是 所以他想想想想 本来心里有想过 要不要来镶宝石钻石那种的 后来想一想 来弄一个Apple Watch 把它弄在上面好了 应该会比单单镶石 宝石来新鲜感一点 因为虽然宝石钻石看起来 弄起来很刷 很好 很华丽 但是弄Apple Watch 这上面应该感觉更新鲜了 所以后来就决定 好 我们就把Apple Watch弄在上面 那种感觉 有一种 但他 比如说他上次选的那个跑车 跟这一次是 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那种 赶亮亮 而是选择 选择Apple Watch 我觉得一种 这就是一种 新装刚是新世代的华丽那种感觉 怎么讲他刚他刚比如说就任记者会那一天 有一种还是有一点他那个味道 时代那种感觉 平衡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两周就觉得他很快就变得很 变得很 很令和 非常令和 非常的新的那种 就是他的奥书类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老牌 但现在完全没有了 我懂你的意思 然后他里面还有提了 这一咖索套的制作费差不多10万元日币 10万元日币 3万 Apple Watch 有加Apple Watch吗 应该算吧 因为他写 有啊 他写有函 函Apple Watch大概10万 Apple Watch日本卖多少 Apple Watch我来查一下 1万多2万吧 我看我现在查 32800日币 32800日币 差不多 没有 不会算太贵 这一咖 没有很贵 就还好 我印象里 但D-BuyM一咖多少 我没去查 可是我印象里 你定做一咖 他美金龙的定做的手套 好像66000日币 所以加起来差不多10万 如果你 就差不多加了Apple Watch的钱 差不多 其实没有到很贵 在日本定做一咖手套来讲 但D-BuyM可能会便宜一点 没有到美金龙一咖要66000 可能5万多 其实加个Apple Watch3万多 还好啦 差不多 B-Boss要的10万还算小钱 很小 对 很小的小钱 很刷的一咖手套 那时候我记得那天 好像是身本吸着 在转播席 他说哇塞 他加这个Apple Watch在上面 会不会开始以后 那个手套可以定位球 球被打出来了 Apple Watch定位 接杀 太烦了 太烦了 往哪个方向跑 跑多远 声音就出来了 对 之类的 搞笑 好 再来 春训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Big Boss塔 可能登场 Big Boss塔 讲到这个塔 春训 又要讲到塔 有些小伙伴朋友知道 袁承德在巨人军 只要拉来 这叫什么 奥武三公园 对 奥武三公园 那个球场 拉来这一段 这边训练的时候 他都会在后面 在攻击是不是就会摆了 我们忘了 攻击可能就有了 他就会在打击练习的时候 在打击练习 互往后面拉了一个高架的椅子 那个概念有点像 比如说网球的裁判 有没有 网球在中间 往着那个裁判 他会坐高高的 那种概念 但他那个椅子不是单人洗 他那个椅子是 长板凳的概念 所以大家都称这个叫 袁韬 袁的塔 袁承德的塔 对 袁承德的塔 B Boss看到之后 我也想要来弄一下这个 我也想要学 袁承德 我也要来弄一个 B Boss塔 因为后来他po 来po他的IG 袁承德后来可能有人转告他 这样 袁承德在 好像我忘了是访问的时候回应 他说 就没关系 要尽量做 因为我这个本来也没有去 没有什么商标 没有去注册什么专利什么的 要做随时 想做就可以做 所以后来消息露出来 信状刚才已经去定做了 请舅团去做了 他在自己的IG 讲他去定做了 他希望高度 因为袁承德的那个塔 高度是两公尺 对 他说再怎么样不能比他矮 所以他定做三公尺 坐得更高 三公尺很高 三公尺那个 两公尺那个就挺高的 然后袁承德那一卡 三公尺是真的很高 三公尺又更高 他说不能输给他 不想输给他 所以要坐三公尺 那横幅就是这个板凳的宽度 大概是两公尺五十公分 硬要坐 应该坐到三个人 四个人都没问题 但也不能坐太多人 怕太重 一般袁承德 应该不喜欢坐在那里 袁承德的塔定多 我看你坐三个就很多了 他也不会让太多人上 因为那个塔是 就像那个王位一样 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 爬上去坐的 那要他的来宾 对 来宾要够大咖的 比如说高权偶生去访问的时候 袁承德就邀请他上来坐 可能其他人 你可能要松紧休息那种的 等级的 邀请他来这个塔上面坐一坐 或是盗业之类的 盗业那时候监督的时候 去拜访 对这种等级的才有办法做 然后所以到时候期待 春训今年春训 什么时候会有B-BOSS塔出现 好 再来很多 春训开始之后新闻又多了起来 再下一个新闻 我一看到 就是再怎么样都要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我那时候因为日文还没开始学 看了差点 没有流眼泪 但是心里面蛮感动的 这是B-BOSS跟一个现在已经28岁 叫做归礼良态的一个男生 一个先生 他是现在在冲绳 住在冲绳在上班的 一个28岁的男生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 他们在 隔了18年 对 他们那一天 礼拜六 2月5号 2月5号那天 他们在名户这个球场 相隔18年 再相见 讲到这个就是要 那一条先讲一下 那一天B-BOSS坐车 从饭店那边坐着他的车 也不是就是像保姆车那种 然后把他载到球场正门口 他就下车 一下车他就看到一个男生 拿着一个 这个叫什么 标语牌 拿着一个牌 他说I am 庆塔 庆塔 庆就是 这个是继续讲故事 他就看到这个人 拿着这个标语 他说你就是当年那个 归礼梁太先生说对对对 他们两个就握手 故事就要回到2004年 2004年18年前 18年前新装从大牛魔回来 他决定加入日本火队 第一年 等于第一次加入日本火队的春讯 也在名户 日本火队的春讯一直都 好像很久以前了 1975开始就都在名户了 那时候他在打击链的时候 打了一支拳雷打 新装钢支 在打击链鞋的时候 打出去 飞到左外野 拳雷打 那时候刚好打到一个小学 4年级的男生 就是这个龟里梁太 他现在28岁 那时候他4年级 他跟他的同学一起去看 顺讯 对 结果没想到 被B-BOSS的拳雷打打到 而且打到 打到大概右大腿 大概靠鼠西部 靠近小鸡鸡这边 很痛 然后后来新装知道 他打到小朋友 那个球飞去打小朋友 后来他有去找他 就是问问他痛不痛 还帮他签名 什么什么的 这样 因为那时候小朋友 一定都很爱开玩笑 你被打到小鸡鸡 你被打到小鸡鸡 因为小鸡鸡 日文叫 我静静 对 所以他那个朋友 就是那些爱打棒球的同学 就是帮他取一个绰号叫 因为他叫梁泰嘛 他就把梁改成秦 流台变成秦台 秦台 秦台这样 你要翻中文 可能可以翻积泰之类的 小鸡鸡的秦 秦泰君这种感觉 好 因为后来 他去帮他签名 对不对 所以日本媒体都有 很多都看到这个状况 有照照片 隔天还是那个 新闻偷版 新闻偷版 那个报纸 鸡鸡鸡两台都有留起来 那后来他就隔了十天 然后隔了十天之后 那个被球打到的地方 其实还是很痛 嗯 那他妈妈就觉得怪怪的 有点奇怪了 对 有点久了怎么还痛 他们就去医院检查 结果没想到发现 哇 原来这个鸡鸡鸡 他有这个大腿骨的那种滑脱症 这个翻中文 喊算罕见的病 应该不常见到的病 那就发现他右大腿有这个症状 所以就开始 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Touch就意外发现到 他其实身体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 对 然后发现之后当然就治疗 对不对 但是后来又发现 一开始是右脚被打到 一开始是左脚被打到 后来右脚也痛 右脚也发作了 后面其他两只脚都 都有这个大腿骨头的滑脱症的这种情况 他总是他花了4年的时间做复健 那他说医生就跟他讲 医生那时候医生有跟他讲说 还好你及早发现 一般这个因为不容易发现 往往发现的时候都太慢了 有可能 因为意外的这个球 扭蛋打到他 对 而且打到就是脚大腿这边 然后过了10天 超过一个礼拜的10天了 还是很痛 所以妈妈才带他去检查 才发现了这个病 他自己都觉得这好像一个奇迹 因为医生跟他讲 如果你在慢一点发现 说不定你一生都要做轮椅了 都有可能 严重到这样都有可能 就是医生都要做轮椅 他现在就跟正常人一样 可以自己走路 都不用拿拐杖也不用做轮椅 都这样很正常 他知道今年B-BOSS当监督 所以他这一天就到了这个 对来名户酋长 跟他 跟有点算他的恩人了吧 B-BOSS跟他来讲很像恩人一样 跟他的恩人再相见 他也很高兴 高兴 因为B-BOSS一下子看到他拿那个举牌 他就你就是那一年那个 看到庆台 他又要他写IM庆塔 他说你就是那年那个 他说对对对 他本来就有握手 而且他觉得B-BOSS还记得我 他很惊讶 居然还过了18年了 他还记得我 他跟握手 他说心中的手 虽然冷冷的 但是很软 很柔软 希望大家都 希望大家都很幸福的 很活跃 希望每一个选手 教练监督都这样 怎么觉得这故事有点可爱 有点温馨的感觉 温馨 对对对 温馨 因为其实发生这个事是 比较有趣的事情but 但因为这样意外发现的 其实有可能会变成很 慢一步有可能会变得很严重的病 没错 没错 重点是B-BOSS记得 B-BOSS记得对 很妙 缘分这种东西 就是很玄 你要这么巧 打到他 然后偏偏打到那个地方 就是他有很罕见的疾病的地方 还好他妈妈也很细心 觉得过了那么多天了 怎么还是痛 然后赶快去检查 才发现 就很像他自己讲的 因为一颗借外球 全能打 全能打 因为一颗全能打 改变自己人生 没错 真的 对啊 他Big Boss那天 因为影片也有吧 大家去YouTube 那个Gao La Sports的YouTube频道 他今年剪超多影片出来的 应该他也有剪这段 因为Big Boss 所以他全部都剪出来 对 大家其实就算没得看直播 看那些影片也蛮丰富的 就一天的那些很重点的东西 他应该都会剪出来 像他乱录 第一天2月5号去乱录 整个30分钟全播 他Gao La Sports 整个30分钟都剪下来给大家看 大家有空可以去按一按 听不懂的 看 对 很好玩 很多事情 再来 还有 他被访问的时候 也是很敢讲 他直接提出来三项 他目前到5号 这访问的时候是5号那一天 他觉得教练团 做的还不够好的地方 三项缺失的那种感觉 第一个 第一个却是盗田之人 内野手背教练被指正了 因为基本上这些手背练习 大家知道 手背练习要有个教练拿着教练棒 把球打出去 打到内野打到外野什么什么 他说盗田之人打这个LOGO 这个节奏太差了 技术不够好 那一天好像还发生了一个 盗田之人 应该要把球打去外野 他打不到 他没有打好 VBOSS在外野看到整个人 跌倒在地上这样 大家都在笑 因为正常来讲 大部分的教练 其实LOGO的能力都不错 对 可是盗田之人 他毕竟今年才回现场 应该讲 这个东西当然是要练 但是有的东西 还是有一点点天分 因为教练棒比较不一样 教练棒很细 他只保留了棘球部位 但是棘球部位也没有到 跟一般球棒一样那么粗 因为要让教练轻松了 所以他棒子基本上很轻 所以他基本上其他握把什么的 都是很细的 只有留棘球部位 他偏长一点 对 稍微长一点 没有那么好操纵 但是有的教练其实很会打 可是盗田之人 但也有可能像郝晓讲的 他一来才第一次当教练 经验不足 二来我以为他本来就不太会打 因为我看他动作 动作有一点卡卡 有一点 一点点卡卡 比如说 不行 盗田之人 怕在洛古不一塞 不行 他要加油 可能要再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他说打洛古的能力 他在下二军 二军等级的洛古能力 因为他 B-Boss一直想要强调 甚至给球迷看到 就是一个 就像前面5号的时候 他也拿麦克风 在场面讲 接下来要表演的是 职业等级的手臂练习 什么说的 他说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 帕洛古不足夷的教练 他每一个球 每一个球打出去的节奏 如果都很顺 很顺 整个手臂接到球回传 什么说的 就会顺 这一场 手臂练习就会很好看 可是教练 打的那个节奏卡卡 然后可能中间还要加几颗 miss的 那节奏感就不好 那个节奏就不好 对对对 看来就不顺 因为球迷是要来看 对 他觉得很像一个秀一样 就像以前他提过的 以前日本游戏 那些进场的观众 是手臂练习 以前大家就已经习惯 要在位置上做好了 对对对对 大家在看这个 第二个不行的地方 第二个不行的地方 是这个 这叫什么 练习触及的时候 他觉得教练团 没有把他跟教练团 提醒过的一些东西 好好的提醒给选手 就是他传达的东西 没有好好的传达到选手身上 譬如他想要大家 这个练习触及的时候 投手开始投球动作开始了 一般比较常看到 就是比较保守的触及方法 就是他一开始就把球棒端好好的 横的端在那边 等着要触球 但是Beat Boss他心里想的 准备触及的动作 不要这样比较好 他觉得大家要 他想要轻松一点的 对 轻松一点 不要一开始就把棒子 横在那边 好好的在那边等 他不想要这样 他觉得他这样子 尤其是如果到时候实战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场面 你一开始就把球棒端横的 在那边等 你的动作一定会变僵硬 你只会僵硬 那球很容易出不好 对 很容易出界外球 所以他希望大家其实是在一个 比较放松的情况下 来准备触及 他看到选手没有做到 他明明跟教练团讲过了 但是他觉得教练团没有好好的 把他讲的话 从大给选手 他有很特别的讲说 你这样子一直这样子横在那边放的话 你右脚会有太多力量 对 因为这个动作 他有后面再回去说 这次最不行 这是最不要 甚至最要不得的 最要不得的 结果全部给我摆这样 不是啦 就一开始摆这样 通通都没听到 通通都没有听进去 是不是教练没有跟你们讲 所以他觉得教练不行 教练没有把他的话 好好的传达到选手那边 或是选手没有好好吸收进去 第三个不行 又跟教练有关系 教练有可能又被订到 之前就有提到过 在秋讯的时候就发生过了 对不对 他不要让选手拿日文叫tompo 台湾要中文要翻 就是像那个耙子一样 大家知道他整理内野 整理球场的 对 整理红土的耙子 他不要选手拿那个 他希望选手练习就是练习 练习完了就赶快去休息 把握时间休息 拿耙子来整理场地的动作 给教练做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 他看到了 选手做了 对 还是有教练 明明看到了选手 拿了那个耙子去耙地 却没有制止 他看了不高兴 他又跟前面那个 第二个打妹一样 我讲的话 教练团没有好好的去实行 怎么还是会让我看到 有选手练习完了 还要自己去整理场地 这件事情发生呢 因为我要的就是选手们快一点去休息 准备下一个练习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 这数有点多 加上前一个练习 可能看了真的有点火吧 对 这几天下来他看到这些东西 他觉得 有点火 他也就公开讲 对 他就公开讲 尤其我觉得他蛮care这个 就是他已经跟教练团 我想要这样子做 可是你们却没有 做到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甚至他觉得你们没有好好去做 对 我觉得可以怎么讲 看出新装 他比较care的点是什么 对 他不会care你失败 可是他care 比如他想要做的东西 没有做好 其实是因为没有好好传达 对 他好像蛮care的 或是没有做好 没有达成那个效果 比如说选手赶快去休息 是因为你没有做 你听了却没有去做 对 你没有把我认为选手应该赶快去休息 不要整理场地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 所以你明明看到选手在整理场地了 你又不去制止他 所以 而且他是说我跟他们讲好几次了 对啊 讲过就改啊 讲不定 讲不定 我公开讲 对我就公开讲 其实这一面蛮恐怖 只会改都不改了 至少6号这天我看的时候 没有选手拿 选手也不会自己去拿了 选手也不会挖洞给教练跳 还硬要自己去整理上币 千度都这样讲的 对我怎么会整理 对这个叫要阅读空气 选手自己要阅读空气 你不要再 再热心去拿那个耙子了 不要再喊教练 今天看到的几乎都教练 还有球童 因为他每年最近都会麻烦很多 在地的年轻朋友 他们会去帮忙练习啊 剪球啊什么什么的 我看几乎都他们在拿 然后B-Boss自己也拿 B-Boss自己还拿两只在那边爬 真的 我记得今天 今天也是深本希泽跟剑三一季 他们觉得说 这个就是一个野球人会做的事 他的动机绝对不是因为说 我现在职位不同了 这个东西不需要我去做 没有 他觉得你就是一个棒球人 你就是觉得整理场地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你看他爬的那个动作 他也不是很生疏 就是很熟练 好像身本系也还会说 这个 他都讲智赏 智游戏 刚智的 刚的发音 第一个音 智赏智赏 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很常在爬 从高中的时候就常被 被叫去 要不然整理场地 整理场地 很熟练这样 很会这样 蛮有趣的是 因为这是野球人自然的反应 但他的确是希望说选手就不要再去花时间在 任何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 对 没错 重点是这个 他还是把选手看得很重 对 好 最后一个 一个报纸话题 刚好晓又提到了 就是在红白战之后 这个也很妙 我等天爆雷了 没关系 这也很妙 在红白战之后 他在这个球场正门前面 玄关这边 他准备了100顶的帽子 100顶的帽子要送给大家 但是他在红白战比的当中 他比就是一样前面讲的 可能这个投手三个搭着 投完要下来 换下一个投手上去的时候 他就突然拿着麦克风 对着观众喜讲 就讲刚刚我讲的这个 等一下红白战比赛完了之后 到这个球场玄关正面 我们有帽子 有一百顶 要送给大家 但是仅限于小朋友 只有小朋友可以来拿 全场观众就拍拍手 大家很高兴 送奖品送礼物 这也很妙 他比红白战打到一半 突然拿麦克风跟大家讲 等一下看完了 大家到正门去 这边送帽子 可是只有小朋友可以拿 这样 听到 因为礼拜天 很多球迷观众 其实都是家族的 大人带小朋友去的 所以后来影片又照到 真的排超长的 一百顶都发完了 很多小朋友都去了 对 很多小朋友都去了 这也怎么讲 实践的今年 球队的10欧根 球迷是宝物 第一弹 球迷宝物 好好对待 球迷宝物 第一个就是帽子大放送 大放送 但是只送小朋友 我觉得他蛮有趣 就是他还有假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拍照 对 来领帽子没关系 但是没有办法跟你合影 没有办法合照了 那天前面忘了提 那个 那个庆塔 他本来也有想要请他签名 可是他没有签 那时候影片影像我照到 新庄刚才没有签 可是他跟我跟他比一些手势 我猜应该他会 事后想办法帮他签 对 但他不会在大家面前签 对 因为毕竟 那个那个庆塔 对他来讲 这个人 在他的生命里 一定很重要 对 他不太可能帮他 不帮他签 但是他不会 在大庆广众之下签 他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是 他用别的方式 比如说 他的酒棒或什么之类的 反送他一个东西有可能 对 反送他签好的一个东西有可能 因为他也 我觉得也有可能 他真的不想签 应该不会 因为旁边 因为主要应该是疫情 疫情不能签 因为有规定 那明着不行 暗着也可以 因为他监督旁边 都会跟一个 监督特别的那个 他有可能 比如说请 请工作人员去 之后拿给他之类的 去跟他联络 因为可能比如你想要签在 因为他可能想要签在 IM庆塔上面 请跟他拿 拿好的签名 我再请那个 马内奖去还给你 也有可能 或者也像郝晓讲的 他可能准备一个什么东西 他签好名 送给他 也有可能 他只是不会当下签 不管有没有签或什么 我觉得他已经 其实完完全全看到 就是他把 他对待球迷这件事情 真的认真 他真的有那种把 会让人家球迷觉得 你真的把我放在心上 的那种感觉 有 很明显 对 我自己觉得 其实遇到这种事情 人真的会 很难不去支持 这个球队或这个人 你就会被他吸引 或是默默的就想要支持他 虽然说最近 跟这个事情比较不一样 但其实 我们录音那时候 刚好是女卒跟越南打完 对 确定我们要打明年 再打明年的 最后一个资格赛 富家赛 富家赛 对 因为里面有我以前 就是 有点算是 一些忌愿巧合下 之后变成我牵线去日本的选手 在日本踢球一年 后来回来台湾 第一年 今年是代表队他有进球 嗯 那 这两天都进球 进球完之后 这两天都进球 后面这两张都他进了 大家就知道是谁 这两天都有进球就知道了 好 就是怎么讲 因为那进球那一天 对泰国进球那一天 就是他进两颗嘛 嗯 全台湾应该都认识他了 对 其实讲出来应该也没差吧 对 我怕你有顾虑 我们就不用讲好了 好好好 大家都认识他了 然后 我那时候想说他的讯 他现在晚上应该讯息被团到宝 因为很多人跟他说恭喜啊 什么之类啊 很开心啊 什么之类 我想说 我就之后再说好了 嗯 其实看到他进球我蛮开心 因为有一种 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 一直有上场机会 可是他在那一年没有办法进球 他对于足球前锋来讲 没办法进球 我就像打着没办法打 打点差不多那种感觉 对 后来我就知道他传讯给我 我有看到 不是我传给他 他自己先传了 主动传给你 嗯哼 对他就说 因为他知道日本那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都会讨论说 没办法进球这件事情 嗯嗯 那个时候啦 嗯 他觉得他终于做到了 嗯哼 然后我更稍微讲了简单的一些话 我觉得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外面逛街吧 自己在散步 嗯哼 我那真的很丢脸 那个眼泪停不下来 哦 搞的 跟我赶快 容易流泪 对就是 嗯 真的过可能过了一个年纪之后 那个类线控制不太好 比较容易崩溃 类线崩溃 哈哈哈哈 他不会听你的 这么感动的情节 换成谁应该都类线崩溃吧 但我觉得在路上其实应该蛮丢脸 因为旁边不会知道 就觉得这个人 这个戴眼镜的人好奇怪 好突然 他过年在那边哭真的很奇怪 嗯哼 所以 怎么讲也会想要跟 就是会听日工的朋友们讲这件事情 因为觉得 并不是我想要讲 我好像很厉害被他传讯息 因为我相信他这样子会传讯息给我的 因为我认识他才三年 两年三年 那他会这样传讯给我 但我说他也传了很多讯息 可能给一直有帮他加油的朋友 或是小时候的教练什么 我觉得会把感谢放在心里 或是有一种就是 就我觉得 对Beebles来讲就是 球迷能够在 我们才会打球 才可以打球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就觉得 把球迷当保护 就是带有感谢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会这样的去感谢 会记得去用自己的 会记得这样去传达感谢 就像别人传达感谢的选手 真的都是很棒的选手 或是说很棒的棒球人 真的都用心在搞背了 对 我觉得这样子的选手一定会被人家记得 这样子的教练或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职业运动面工作的人 一定会被人家记得 而且他要做什么事情 或他以后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一定会很不一样 今天是不是有讲 希望足血能够再给更多的训练 而且我觉得这一句发言让我觉得 他长大了 他也很年轻 20出头而已 他才20岁 其实以前都会觉得好像小朋友 比较单纯 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想要踢球 就是想要踢球 那种很认真的小朋友 要有些才华 有些天分 但是这一次的亚洲被感受到他的成长了 对不对 对 不只是表现 还有最后对媒体的发言这件事情 他知道他讲这句话 是可以有影响力的 因为我想Beefus也觉得知道 他讲任何一句话都有影响力 对 那你要怎么去用 你是觉得随便吗 还是说觉得这是一个 我可以为别人带来什么 对 好 回到Beefus 这样前面讲 这样好小讲的 他心里面一定也是感谢的这些球迷 所以他会做这么多 这些会让球迷高兴的 可能你说送礼物 或者是其实不用送礼物 他挥挥手 比个6 球迷就很高兴 大家拿手机 你只要随时做这些 其实人家就会知道 你把他们放在心上 没错 然后我看到另外的报导 Beefus有讲 敬请期待下一次的surprise 为什么 他意思是有可能 下次大家会在送东西 下次送什么 他真的是在做那个 他不是说 那时候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像棒球界 大家过得都 或是说其他运动 大家好像都过得不太好 现在我回来了 大家会开始 我会让大家 就是让野球界再重新暖起来 对 重新暖 而且他送帽子 他是每一个人 就是他亲自把那个帽子 他把他带到他头上 小朋友头上 对对 他不是说给你就算 他是真的 他还把帽子撑开 因为那帽子 大家知道 一堆帽子收起来的时候 都是 那叫做 后面这边 他是半圆的 对对 像半圆 后面那边是被凹进去 他还用他的 因为他那个 马内夹 递给他的一顶新的帽子的时候 是没有帮B-BOSS撑开的 B-BOSS还从马内夹那边 手中接过新的帽子的时候 他还用手去把整个帽子撑开之后 再带到小朋友头上 对 暖心 因为你也可以给就好了 给就好了 对 因为我的小朋友 其实有时候小朋友都甜甜 我只有时候也会这样 因为看到好几个小朋友 明明带着帽子 然后也走到前面 要给他带 他B-BOSS说 你头上那个帽子要先拿下来 我帮你带心 这样拿下来 这样很好玩 看有的小朋友就是这样 动作很好玩 下次 下次期待一下 下次还有什么surprise 而且这些小朋友都会记得他 一定啊 就算他没看过他打球 一定的啊 就像说不定里面又有一个 几年后的金川优马之类的 对啊 说不定 我内言曾经被B-BOSS戴过帽子 戴过帽子 对啊 因为里面看起来有好几个一定都打棒球 因为那帽子一拿下来光头 一定都有在打棒球 对啊 好 这一集日光配信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纯讯才第一周 时间都快要爆棚了 爆表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开工第一天 对 五年开工第一天 还来听我们节目 听日光节目收心 好不好 我录一录也要收心 边录边收心 我先收 我收好了 大家听到的时候慢慢收 好 那就谢谢大家这次的收听 我们就下一集再会 拜拜 拜拜